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秘密策划切取公司机密的事情 他一下子让了阵脚 不小心发出声响被上司听见 上司从厕所门底疯狂地拉扯着陆明的脚 并试图讨好他 如果他不把事情说出去 将来就给他投资 两人生活遭遇不幸的人回到加州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谷小娇从浴缸里捞起了豆芽 陆明从起菜池里捞起一个沐浴球 陆明洗头冲不干净泡沫 谷小娇吹头发吹出一堆面粉 两人摸不着头脑上床睡觉 想着第二天习惯的事情就会消失 第二天一早两人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床上躺着个陌生人 两人惊恐殴打大叫起来 两人发现原本两个人的房间 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强行融合在一起 他们尝试打开各自的门 谷小娇打开门时 外面是2018年的中国 而陆明打开门时 外面却是1999年的中国 还是老上海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被迫接受现状 两个不同年代的人开始了超时空统剧 对于陆明来说 谷小娇运用的一切东西都是新奇的 不仅有扫地机器人 而且手机还能听音乐和点外卖 在一个偏僻的工厂里 一群人正讨论着这次的时空颠倒 原来他们就是这次奇怪事件的始作用者 为首的正是2018年的陆明 确切的说叫陆十亿 而此时的陆明拒绝上司的投资 想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人 可是在现实的压迫之下 他慢慢开始动摇了 而另一边 虚荣性作剧的谷小娇 洋装自己嫁给了一个有钱人 在朋友面前装模作样 结果颜面近视 两人想够买彩票来发大财 却发现这种跨时空作弊的事情是无法实现的 在高楼的大屏幕上 陆明看到为了自己成了一个大老板 但整个人却性情大变 此时的陆十亿也发觉了陆明的存在 为了保重目前的财富和地位 他决定赶走谷小娇 想让陆明彻底困在1999年 他还告诉谷小娇 如果他不离开 陆明就会被时空吞噬 他还让谷小娇告诉陆明 一定要接受上司的投资 因此谷小娇不得不离开陆明 他在离开时的房子门没有锁好 陆明通过这道门冒充陆十亿 找到谷小娇 让他一定要好好生活 最近的谷小娇发现 这是他一直爱着的陆明 两人深情的拥吻 陆明回去后接到上司带来的电话 需要他过去一块杀掉老总 如果陆明这样做了 他就可以成为如今的陆十亿了 但陆明发现 老总身上的钥匙扣 那是谷小娇最喜欢的东西 一瞬间他想起了谷小娇说的 他的父亲死于酒驾车祸 原来老总就是谷小娇的父亲 他开始阻止上司的所作所为救下了老总 就这样他改变了老总的命运 也改变了自己的未来 而陆十亿也不复存在了 谷小娇寻回了从前的心情和幸福 却失去了陆明 当一个小骆驼不停旋转之时 两人相遇了 却只能四目相对 互道尊重 超时空的作用下 他们寻找回了最初的自己 却失去了彼此